第二百二十一集 夜号轩吓了一跳 心想这是闹哪出啊 亲们 这是我的小男人 你们看看怎么样 要是看中了 尽管拿去用 我不介意的 小海妹嗝嗝一笑 把门关上 啊 妹妖精 你说的是真的吗 这小帅哥真水呢 长得跟唐僧一样 让我都忍不住上去咬一口了 一名极具风韵的女人 扭着水蛇般的揉腰 在夜号轩的身上捏来捏去的 那模样看起来真的恨不得 要把夜号轩给吃掉一样 哎 可惜瘦了点 妹妖精啊 都被你吸干了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待 我们的小帅哥 另外一个女人 把一双玉手搭在了夜号轩的肩膀上 不停地扭动着 向夜号轩抛了一个魅眼 夜号轩一个哆嗦 包厢里的几个女人都是妖精 身段一个比一个火爆 她真的有点把持不住 她连忙向身后退了几步 干笑了几声道 几位姐姐好 当然好 不过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小帅哥 晚上有空吗 咱们去滚床单吧 一个女人娇小道 好了好了 别逗我的小男人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夜号轩 清源来的 是名中医 小海妹说完 不忘加上一句 我男人 哎哟 看看看 魅妖精都有些心疼了 我们当然知道是你男人 可是 你不是说了吗 我们喜欢尽管拿去吗 现在又舍不得了 就是 小帅哥 来姐姐这里吧 魅妖精会的 我可都会哦 你们至于这么饥渴吗 见个男人就忍不住 帅哥 你是中医吗 你帮我看看吧 一个女人抓着夜号轩的手 娇笑道 呃 我当然是 你哪里不舒服啊 夜号轩吞了吞口水 双眼在他脖子下面 高耸的地方 狠狠地瞄了一眼 我这里不舒服 你摸摸 女人抓着夜号轩的手 顺着自己的吊带塞了进去 夜号轩一个哆嗦 连忙把手抽了回来 看到夜号轩的模样 几个女人又是忍不住一阵根根娇笑 好了 说正事了 说完正事后再调戏 小海妹妹好气地说 好了不闹了 应该是说完事后再办正事 你们说是不是啊 一个女人笑道 介绍一下 这个是玉镜 玉妖精 这个是涅下下 涅妖精 这个是韦丁兰 也是个妖精 他们几个几乎是垄断了京城美容界的妖精 小海妹对夜号轩做出了简单的介绍 几位姐姐好 夜号轩老老实实地打了个招呼 这几个女人都是妖精 万一调戏起来 吃亏的还是她 你自己不是妖精啊 就是 你是最能勾引人的妖精了 几个女人纷纷对小海妹表示不满 逆妖精 你今天带你的小男人来有事吗 如果是让她伺候姐姐们的话 就好说 别的事面 玉镜一把抓过小海妹 调戏地在她的胸口抓了一把 逆妖精 你这个百合的毛病还没改啊 小海妹一声惊呼 追着玉镜不放 包厢里又是一阵娇嚣 在这春色满园的包厢 夜号轩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煎熬人啊 室内的几个女人 一个比一个妩媚 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 都是无聊的 好了 不闹了 谈正事吧 玉镜被小海妹按倒在沙发上 微微喘息地笑着 我这次来 是带你们一起发财的 你们再闹 我可真的走了 小海妹 佯装生气地说 啊 真的呀 我做梦都想发财 魏妖精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你也下下拉着小海妹坐下 几个人坐好 然后听小海妹细说 再说一下 我的小男人是一名中医 他手里有很多美容秘方哦 前一段时间的雪莲养颜路 就是出自他的手里 小海妹笑道 雪莲 就是那个很火的化妆品 几个人吃了一惊 这才正是打量起来 叶好璇 这款化妆品很火 虽然还没影响京城的上流社会 但是在一些中低端的化妆品店 销售是很火爆的 哇 我用黄瓜是美容的 你用黄瓜是自卫的 这能比吗 小海妹瞪了她一眼 哇 你竟然敢说出来 老娘跟你拼了 伟丁兰站起来 就向小海妹扑去 两人唇光外露 室内又乱成了一团 叶好璇无语 她总算是明白了 这几个女人都是妖精 凑到一起 根本是没有正形的 又闹腾了一阵 几个人又做好 你也下下正色道 美颜现在的市场 已经趋于饱和 现在中低端的层次 都在用这个产品 莫非你有什么妙招 还是你这个妖精脑袋转得快 我美颜国际 难道只有这一款产品吗 小海妹打了一个响指 然后拿出叶好轩调配好的药 好刺鼻啊 白白的 没妖精 这是你跟你的小男人滚床单留下的产物吧 欲镜皱眉道 你们真恶心 这都要收集起来 叶好轩的心脏一愁 羞愧啊 这几个女人可真的是 什么话都敢说 她一个大男人跟他们几个比起来 真的是无地自容啊 难怪刚才被他们几个轮番调戏 幸运的 你怎么这么恶心 小海妹叫道 我怎么恶心了 几个女人又是一阵哄笑 又打又闹的 叶好轩算是明白了 他们几个妖精聚集在一起 你根本不要想谈正事 可是这个又有什么作用呢 韦丁兰好奇地拿起了瓶子问 月妖精 把衣服脱下来 小海妹正色道 脱就脱 你以为我怕呀 欲镜说着 竟然真的当着叶好轩的面 把她的那件小外套脱了下来 欲镜的身材极为火爆 她穿着一身紫色的涟漪长裙 小外套脱下后 那一身凹凸有之的身材 对所有的男人 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继续 小海妹笑隐隐地看着她 魅妖精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欲镜咯咯一笑 然后真的站起来 把一身紫色的长裙脱下 然后娇笑道 帅哥 我的身材跟魅妖精比起来怎么样 叶好轩已经不能呼吸了 她猴结艰难地上下蠕动着 感觉鼻子几乎要喷血了 这女人还真拖呀 你继续呀 小海妹娇笑道 你 欲镜神色一致 现在她只有一件紫色的仪了 再拖 真的就走光了 因为她的某个地方太翘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文雄 她里面 可是真空的呀 怎么 不敢了吗 小海妹站了起来笑道 堂堂四大妖精之手的 玉妖精竟然怕了 妹妖精 你狠 说吧 让我脱衣服到底干什么 玉妖精郁闷地说 那个混蛋留下的伤疤还在吗 小海妹淡淡地说 玉妖精脸色一变 露出了一抹哀伤的神色 似是想起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 良久 她才点点头道 还在 这辈子 我都忘不了那个混蛋 妹妹 你提这个干什么 你也下下和伪丁兰连忙站起来 一左一右地搂住玉镜 玉镜的眼中泛着泪光 我们几个都有过共同的遭遇 但是 我比你们幸运 因为我遇到了这个男人 静静 我不是由于提起你的伤痛的 让他看看你身上的伤吧 也许他能治好你 小海妹拦着玉镜道 真的 玉镜吃了一惊 我们是好姐妹 我会骗你吗 小海妹道 玉镜犹豫了一下 然后咬咬牙松开了几女 扯着紫色的内衣向上一拉 她的上身 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叶浩轩的眼前 叶浩轩的老脸一红 下意识地转过头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偷瞄了一下 这个妖精的身材极好 穿着衣服就很迷人了 那不穿衣服是什么样的呢 可是他一瞄之下瞬间震惊了 现在在他眼前的并不是一双浑圆的双峰 在女人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赫然是一副充斥着大量伤疤的猙瘾模样 玉镜的伤口处全是伤痕 而且这些伤痕上还留着齿痕 显然是被人硬生生地咬成这样的 她原本洁白如玉的身体上多了这十几个伤疤 显得极为猙瘾可怖 余下的三个女人皆莫不作声了 她们都知道玉镜过去的事情 虽然是她们都清楚彼此的过去 但是骤然见到她身上的伤 心情也是格外的沉重 叶浩轩震动了 玉镜身上的伤疤显然是过去很久了 但是看起来依然猙瘾恐怖 这显然是被人硬生生地啃出来的 她甚至可以想象出 这个女人被虐待的时候 血腥的场景 这该是有多变态的一个人 才会对一个女人下如此的狠心 你这伤多久了 叶浩轩神色有些复杂 十年了 玉镜淡淡地说 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 就好像在叙述着 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 唉 当年很疼吧 叶浩轩微微地叹息了一声 一抹怜悯从她的心头涌起 痛 很痛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她就像是恶魔一样天天缠着我 玉镜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放生痛哭 几个女人默默地搂着她 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 给她安慰 我帮你除去这些伤 也希望你能够忘记过去 叶浩轩胆胆地说 你能去掉我这些伤 玉镜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 当然可以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小男人 在清源她可是号称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哦 小海妹抹去眼角的泪 勉强笑道 那好 你帮我去掉吧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玉镜定了定神 恢复了一副女妖精的形象 伤口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我要把你的伤口重新挑开 可能会有点痛 你忍着点 叶浩轩苦笑道 就连这个时候还不忘记调戏人 这女人真是个妖精 你不知道你对男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吗 再痛 能有当初那个变态啃我的时候痛吗 玉镜摇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凄凉的神色 然后淡淡地说 来吧 她说完就躺在包厢里面的长沙发上 示意叶浩轩放手来 叶浩轩点点头 她转身从随身携带的行医箱里 取出一把手术刀 然后走上前去 封住了她身上的穴道 手起刀落 锋利的手术刀 顺着她身上的一条条 猙獰的伤口 切了下去 烟红的鲜血 从她的伤口处流了下来 叶浩轩取出几根金针 手起针落 刺在她身上的穴位处 她伤口处的血 马上减缓 一妖精 如果痛的话 就哭出来吧 小海没叹道 不能 玉镜咬着嘴唇摇摇头 流这么多血 能不痛吗 你也下下有些痛心地说 现在流的血 是当初脑子进得睡 玉镜咬着嘴唇道 终于黯然不语 玉镜当初爱那个男人 爱得死去活来的 甚至可以为他付出生命 可是没有想到 那个男人竟然是个变态 专门喜欢啃女人的胸 玉镜身上的伤 就是这样来的 叶浩轩顺着她 长好的伤痕切去 下刀处务必是 她当初受过伤的肌肤 不然的话 伤痕还是难以去掉的 忙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把她身上 长好的伤口再次切开 叶浩轩取过刚才的药膏 涂在她的伤口处 涂完之后 叶浩轩的手 在她的胸口处 虚晃了几下 一个止血疗伤的 小柱油树施展出来 她的动作极为隐晦 几乎没有人 看清楚她的动作 叶浩轩的动作 一完成 预警只觉得 胸口处的伤口 一阵麻痒 身上的伤口 不住的蠕动 以极快的速度 在愈合着 短短的五分钟不到 她感觉身上的麻痒 消失了 可以了 叶浩轩胆胆地说 小海妹拿来一条 湿毛巾 把她身上的 黑褐色的膏药 擦拭干净 一副洁白的预体 这才完整地呈现在 叶浩轩的面前 之前她身上 恐怖的齿痕 再也看不到 这是新生的肌肤 和周边的肌肤 不太一样 好了 这样就好了 玉镜不敢相信地说 除了小海妹外 余下的两名妖精 无不目瞪口呆 他们不敢置信地 看着玉镜的胸口 只是短短的几分钟 她身上的伤疤 竟然消失不见 这太肥琐琐 哇 没妖精 我决定了 我要跟你抢男人 小帅哥 谢谢你 来姐姐这里混吧 我保证 没妖精会的 我也会 玉镜又惊又喜 不顾自己上身 没有穿衣服 跳起来抱着 叶浩轩亲了一口 姐姐 你穿上衣服好吗 叶浩轩艰难地说 玉镜的尺寸是 这群女人中最大的 大到连文凶都穿不上 他自己都说 带着那玩意儿 喘不过气来 这东西 是对付男人的 无上雄起 叶浩轩有种 把持不住的感觉 你不想看吗 玉镜玉闭一张 就这样毫无保留地 对着叶浩轩 让叶浩轩的鼻子里 瞬间流出 烟红的液体 够了 赶紧穿上衣服吧 别吓坏我的小男人了 小海妹 在他某处捏了一把 玉镜一声惊呼 反手拍了小海妹一巴掌 好不容易 他把衣服穿上了 其实女人穿衣脱衣 对男人的诱惑力 是最大的 尤其是玉镜 把握男人的心理 把握得极好 穿衣服慢腾腾的 一件一件地往上套 终于 小海妹忍不住道 谈正经事了 别在这里搔手弄姿了 果然是京城三大妖精之手 那妖精 你是不是 怕你的小男人被我勾走啊 要不这样吧 让我共享了吗 这可是个宝啊 玉镜双眼放光地说 但是他还是正儿八经地 穿好衣服 闹腾了大半天 是该谈正经事的 妹妹 你小男人的这个东西 效果极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推出来 玉镜正色道 我在京城安定后 首推的就是这款产品 不过京城的人 其外 不容易打开市场 京城的高端美容 有百分之六十 是你们三个妖精垄断的 所以 还要靠你们拉老娘一把 小海妹道 这个除了去疤 还有其他的效果吗 聂下下问 有 脱毛 去疤效果也挺好 叶浩轩答道 我看看妹妖精 是不是用这个脱毛了 伟丁兰说着 就要去先小海妹的裤子 伟妖精 一边去 小海妹笑吗 但是这个去疤的效果 就足够了 我们几个的美容院 走的是高端路线 客户流量极大 去我们那里美容的贵妇小姐们 都容不得身上有一点瑕疵 但是我知道的 就有好几个人脸上有吧 这个一定能卖火 而且大多数的人 生孩子的时候 都是po的 身上都会留下伤的 你也吓吓到 不只是在美容方面能卖火 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 能代替创伤药 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应该不是很难的 不过这个东西能量产吗 郁静问道 量产肯定没问题 不过效果可能没这个好 用上这个东西 三天内 保证伤疤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不过像刚才郁姐姐的 那种陈年老伤 如果不切开伤口 恢复的会慢一点 叶号宣导 他说的没错 为了快速地让郁静的伤口愈合 他施展的柱油鼠 而且还把他的旧伤切开 这才达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美容院不是医院 是不可能把客人的伤口切开的 所以恢复的效果会慢一些 感谢观看